好 我先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上一次或是上兩次講了一些內容 如果m是一個整數 共有一個整數 那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z除1mz 對不對 這個集合 通常我打兩點打個等號 大家看到這個符號可能會很困惑 打兩點打個等號表示 我把左邊這個符號定義成右邊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它第一次出現以前 它本身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從此刻開始 它就是右邊這個意思 可以嗎 所以以後只要看到打個冒號 打個等號 就這個意思 就左邊本來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現在規定它就是右邊這個意思 可以嗎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太奇怪 這是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是什麼 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也是一些集合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它的第一個元素就是所有m的倍數 對不對 那第二個元素可能是1加上所有m的倍數 這種樣子的東西 再來是2加所有m的倍數 最後一直到m-1加上所有m的倍數 好 那我們也講過說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它們雖然是它的元素 但它們剛剛好是z等子極 而且它剛好把整個z填滿 並且是互式的 就是2-2是沒有交集的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太抽象 就想一下m等於比如說6好了 m等於6的話 這就是6z 1加6z 2加6z 一直到5加6z 剛剛好就是把整數分成 除以6餘01234的那6塊 好 這就是它的元素 那我們上次 上次有複集過 上上最後有講過它的加法 還有就是說我們符號像 符號像我們可能會把它寫成 它也會寫成比如說m加1加了mz 所以它加了一個m 它是沒有差的 集合是同一個集合 你也可以把它-一個m 這也是沒有差的 好 這都是一樣的 好 那任何一個這個元素 我們通常會喜歡給它一個符號 寫成這樣 所以我會打了兩點打個冒號 就是在這之前它本來是沒有意思的 現在從此刻開始 它的意思就是a加mz那個集合 或是這裡面的那個元素 可以嗎 好 那我們有說過 可以定加法 對不對 所以可以定a加b 當然這個地方ac的整數 好嗎 因為任何一個整數都有這個farm 好 所以a加b呢 你會發現它的結果跟a加b是一樣的 這樣定是沒有問題的 是良好定義的 那同樣的道理 改成減的 這裡面改成減的 這都是ok的 乘法也可以 好 我們也定了兩個 這裡面的某兩塊 乘起來之後變成哪一塊 我們說規定就是把相對應的數字 先相乘之後再看它掉在哪一塊 那這個加法跟乘法會使得這個人變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可換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說這個東西配上加法跟乘法以後 好 它變成是一個有單位元素的可換環 好 那這個名稱不要太在意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它就像整數那種感覺一樣 它裡面的元素可以加 可以乘 加法有反元素可以減 然後加法對乘法有 乘法對乘法有分配率 然後加法這個乘法有一個單位元素 它都有結合率等等 就像以前整數一樣 唯一的區別就是它只有m的元素 就這樣 沒有什麼其他差別 好 那我們上次也 可能上次就有介紹過體的觀念 有講過一般的可換環 有單位元素的可換環的觀念 也講過體的觀念嘛 什麼時候一個有單位元素的可換環 叫做一個體 乘法有反元素差一點點 除了加法反元素 通常加法反元素我們會寫成0 在這個例子裡面 在這個例子裡面 0是加法反元素 因為任何一個東西加了0之後都等於a 那反過來加也可以 那任何一個東西乘了1之後都等於a 所以0跟1分別是它的加法跟乘法反元素 這個可換環 有單位元的可換環裡頭 我們說它是 這個環它是一個體 的意思是只要不是加法的那個反元素 不是0的話 那其他元素都要可逆 當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0跟1要不講的 可以嗎 這樣叫做一個體 好 所以你要把體想成什麼 只要我們以後講到體 你就想成以前學的像有理數啊 時數啊 負數 它裡面除了0之外 其他的元素都可以有乘法的反元素 都可以除掉 其他元素都可以除掉 這樣就要體 好 那麼這個東西它一般並不是體 我們有說過它裡面哪些元素是乘法可逆的 對不對 好 那任何一個可換環 我們如果打個XX 如果它裡面有乘法單位元素 那我打個XX就表示看這個 它裡面的可逆元素構成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 它裡面的元素是哪一些A bar構成的 A要滿足什麼條件 雲鉛固域 雲鉛固域對不對 好 所以它的元素個數就是有5m的 然後我們說我們會把這個東西 叫做這個環的乘法群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歐拉函數 好 請你來 直接先然後我們講 好 請你來 然後在大學上課是很隨意的 至少數學系上課是很隨意的 學系老師可能會很兇之類的 但我們基本上就是隨便 你就要翹克要啟動都可以 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自己學好就好了 好 因為我自己比人家 偶爾會教一下 不是 偶爾啦 好 所以自己學最重要的 自己學最重要 好 那這算是一個簡短的複習 這個東西它變成是一個群了 為什麼 我們說過只要在一個環裡面 你就故意先忘掉其他的東西 事實上不用環啦 只要有一個二元運算 有結合率有單位元素 你就收集裡面的可逆元素 它就會構成一個群 那這個群 所以這是一個群 我把它寫下來 可逆的元素再怎麼乘 還是可逆的 它是一個可能換群 因為這個Ebedient就是乘法可以交換的意思 我們做過它是紀念Abel 那乘法可以交換是很明顯的 就是在我們原本定義的時候 我們已經驗證過 然後它的乘法是這樣定的 它交換順序 只是把兩順序先換順序再取吧 好 這個是關於這個群 還有這個環的部分 那我們說過 雖然我們把它講成這個群 或者環這種架構 這只是為了要從一個更廣義的觀點 來看待這些事情 它的起源其實是為了研究 MorM的同餘的問題 那在更早之前 我們有介紹過MorM的解方程式 解一圓一次方程式 對不對 然後上次是引導到講說 你可能要問說解二圓方程式的時候怎麼辦 那解二圓方程式最簡單的就是要解 X平方等於A 這個情況 那有引進一些概念 好 所以一般的M 你都可以去問這個問題 要去解它 那一般的同餘方程的問題 就等於是在這個環裡面去看方程式的問題 舉例來說 如果你要問的問題是 7X同於3 我隨便亂寫的 好 摩6 像這樣 其實它就等於是在看7X等於3 在Z 除以6Z A嗎 這原因是因為呢 A跟B 是模M同餘的意思 跟A跟B相等 在Z 除以MZ當中 這兩句話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所以它只是一個翻譯 你以前的跟同餘方程有關的問題 我都可以想成是在這個集合裡面的等式的問題 好 那再附帶一題 大家通常講到同餘的時候 都會講說什麼除M的余數 我們會採用另外一個講法 我們都會講成A-B是M的倍數 A跟B差以M的倍數 這樣比較方便 像在講M是正數負數0的時候 我都可以講同餘的觀念 好 可以嗎 好 那麼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上次還講了什麼 上次講了一個東西叫做the gender symbol 那兩個符號 特別看最簡單的情況 就是如果M是一個直數 P的情況 假設是一個G直數 可以嗎 PRI本身就可以當直數的意思 或是PRIE NUMBER都可以 先考慮這個情況 事實上啦 你們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一般的同餘方程 你要去解的話 當然你要先去 比方說 不管你要解任何東西 相等 在磨P的情況 磨M的情況下 我下面這句話等下在寫 我現在寫太早了 假設這個M本身 它可以寫成P1的α1 一直到PK的αK 這是它的標準分解 假設 那這句話是不是可以保證 它的意思就是兩邊相減以後 是兩邊的倍數嗎 那當然就會保證 這兩邊相減以後 是所有這些P1的α1次方 P2的α2次方 等等的倍數 對吧 應該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相減如果被M整出 那當然也是這個人的倍數 對不對 反過來 如果相減以後是他的倍數 又是他的倍數 又是他的他的倍數 那他們因為是負值的關係 所以只要是負值的話 又是他們各自的倍數 那就一定是他們乘起來的倍數 A嗎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問說 同餘方等式模某個M 有沒有解 或任何一個等式模M 對不對 他等同餘再講說 他們兩個相減以後 是不是模 他們兩個是不是模各自的這個直因子 同餘 直因子的密次 同餘是不是對的 所以一般來說 你要問這些問題 都會先去回歸到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就是 模的東西是單一直數的密次的情況 好 但是單一直數的密次呢 解決這個問題 又需要一些功夫 比如說這個次方如果不是1的話 還需要一些化約 有些時候他可以化約到次方是1的情況 就是這只是一個直數 那個α1是1 有時候可以這樣指導 那所以最基本的情況就是單一直數的情況 這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先考慮 去模一個直數的情況 因為模一個直數的情況相對比較好處理 而且它是一些問題的基礎 就是你要解其他一般的情況 你還是會回歸到 通常還是會回歸到模直數的情況 要先去解決 這個只是一個註解好不好 這是一個小註解 為什麼說我們先去討論這個直數的情況 一般別的情況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我可能不會有太多時間去講 那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據說一般的情況很基本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它根本 它根本就是一個體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說 它的乘法群 什麼是一個體 就是它的乘法群只有0以外 只有0不在裡面 那它的乘法群是誰 就是要跟P負值的嘛 跟P負值的就是不是P的倍數 就不是0的 其他都跟P負值 所以它是一個群 所以你對它可以做所有你想的 以前對實數 負數 流理數 做得運算 加減乘非0的除都可以 好 那我們最後再問的問題是說二次剩餘 對不對 二次剩餘說什麼 二次剩餘是說假設現在給定了一個P 它是一個基值數在那邊寫的 那我現在給了一個A A是一個整數 好 我們給一個定義 這是一個定義 我們說呢 A是一個二次剩餘 或者說 好 最後一次剩餘 好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你可以找得到一個X 使得A是跟X的平方 好 是磨P是同於的 可以嗎 它跟某個平方是同於磨P 好 這樣就叫二次剩餘 不然的話就叫非二次剩餘 那你也可以把這句話 我沒講過 你可以把這整句話改寫一下 你也可以說它等同於 A是等於某個X的平方 好 for some 或是我不要寫X 寫個Y好了 如果我把一切都想成在Z除以PZ裡面 也可以 我可以想成是在這個數系裡面 它是不是某個人的平方 對不對 因為這種方程式都可以想成 在這個數系裡面的方程式 普通的方程式的問題 對不對 好 那我上次有用這個觀點去做一些探討 就是說考慮所有長得像平方一樣的元素是哪些 那我們發現它剛好只有一半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上次不是看了這個平方映射嗎 0的話就不用看了 在一個數系裡面 平方是0 一定本來就是0 在一個體裡面 平方是0 本來就是0 其他的元素 其他的元素呢 我們不是有這個平方映射嗎 裡面讓給一個元素 就把它送到它的平方 好 那我們說過這個影像 它的影像 整個所有的人都送過來 把它收集起來 這是一個字跡 這個影像它的大小 是它的一半 就是說在所有的 這個數系裡面的非0元素 裡面有一半是人家的平方 有另外一半不是人家的平方 然後是人家平方的那一半會構成一個群 我編稱過它反體是平方的東西 在怎麼採和平方 反元素就補上去也就是平方 所以這是一個群 然後這個 它是一個子群 它是Z除以Pz的乘法群的一個子群 子群大家都還記不記得 就是一個群呢 裡面如果有一個子集 子集的元素再怎麼乘 都還要掉在這個子集裡面 並且它對這個運算本身構成一個群 我們就說它叫子群 那我們有驗證過它裡面的單位元素跟大的群是一樣的 裡面任何一個元素的反元素跟它在大的群裡面的反元素是一樣的 上次有驗證過這些 好 我們有這個 那最後 最後有提到The Gender Symbol 對不對 這只是一個很快速的負寫 就是假設現在A是一個整數 然後P不整組A P不整組A 那我們有去定義過這個AP這個符號 它的定義就是正1或負1 所以如果這個存在X 如果說A是一個二次剩餘的話 是一個磨P的二次剩餘 好 剛才這裡肉形 要寫磨P 磨P的二次剩餘 A嗎 那如果A不是的話 那我們就說它是負1 所以這個數字只是一個紀錄 它就在紀錄說到底A是不是平方 如果A是平方就定成正1 如果A不是平方就定成負1 那上次最後的題 定了這個數字之後要怎麼算 怎麼算 就給了A之後 你到底怎麼知道它是不是一個平方 好 那我們最後 上次最後是講了一個東西 用群的角度來看的一件事 上次有這個忘講名字 叫Oiler 歐拉判別法 歐拉判別法是這麼說的 他說如果A是一個整數 然後P跟剛才一樣 是一個基值數 基值數 它不整除A 這個時候AP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正負1 是一個整數 它會跟A的2分之P減1次方 會磨P是同一度 可以嗎 上次做這件事 所以我說機械化的來說 你要問A是不是一個磨P之下的平方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A自己乘這麼多次 然後除以P 看看是余1還是余P減1 余P減1就是余負1的意思 跟負1通於余的意思 好 所以這是一個機械式的判別法 那它並不是最好用的判別法 因為你還是要把A乘一個次方 你要去把它除P 看數字是多少 但是這個判別法 這個結果它是後面很多討論的基礎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對它是了解是熟悉的 我們上次是從群的角度來看 是去看那個sigma的影像 平方映射的影像 從這個子群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我等一下很快速的講一下另外一個觀點 另外一個觀點有非常地簡易 可以看出為什麼這句話是對的 好 好 我們來很快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上次其實也有問過 我們說這個A的2分子P減1次方 A的2分子P減1次方 它是不是一定是正1或負1 磨P 磨P是不是一定只能是正1或負1 對不對 好 那原因大概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A的2分子P減1次方 它的平方是多少 它的平方就是A的P減1次方嘛 對不對 那A的P減1次方 然後A又不被平整出 所以按照貝馬小定理 我們知道A的P減1次方要跟誰同餘 要跟E同餘 對不對 好 這裡有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呢 你說有一個東西的平方跟E同餘 所以你把它重新改寫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寫成A的2分子P減1 整個的平方減1要跟0同餘 對不對 換句話說 A的 我可以把它音式分解 我可以把它音式分解 減1加1 對不對 它應該是磨P要於0的 可以嗎 這是兩個講述 乘起來之後同於0 表示乘起來之後是P的倍數 那乘起來之後是P的倍數 是不是表示其中有一個人是P的倍數 對吧 因為P整除A乘B嘛 那你現在整個其中一個 因為P是直數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A的2分子P減1 它一定是正1或負1 對不對 好 一定是這樣 那其實完全你可以把它想成在體裡面 因為它的意思就是 這個在體裡面 Z除以PZ裡面的元素 它的平方是1 其實你剛才在做的事情 根本就可以想成是在這個體裡面 就是這個元素 它的平方就等於1 那在體裡面你可以做完全一樣的分解 所以你可以說它完全就等 等下於A的2分之P減1 減1 A的2分之P減1加1要等於0 好 它完全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在體裡面兩個東西乘起來等於0 一定其中一個要是0 所以只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樣的東西 可以嗎 好 只是說怎麼用另外的觀點來看 好